大家可能知道我们本期节目的话题 叫怎样把自己给嫁出去 那你说我一个中年男人 我怎么知道能把自己嫁出去 对吧 但是年轻的时候我也确实追过女孩 我观察女孩在这件事情上的反应 往往是两个字 犹豫 但是后来又过了很多年 我才知道 不是他们对谈恋爱结婚这事犹豫 是对我这个人犹豫 但是确实犹豫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 我们来说个故事吧 公元前49年 这一年的1月10号 罗马的大将凯撒带领他的军队 来到了一条河边 这条河叫卢比孔河 此时他面对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过河 带军队过河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罗马的首席大将 叛国了 紧接着就是内战 就是血流成河 如果打败了 凯撒本人 也是人头落地 当然 他还有第二种选择 就是不过河呀 不过河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他将被剥夺冰犬 那等待他的命运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在卢比孔河边 凯撒并没有犹豫太长时间 此时此刻他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像鹰一样长了翅膀 一直飞到了今天 直至今天 很多人在面对艰难的选择时刻 心里都会回想起 凯撒在此刻讲的那句话 他说 骰子就这样治出去了 还犹豫什么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话题 是很多女孩在婚姻 在恋爱 这条卢比孔河的旁边 她们的犹豫 让我们再看一眼 犹豫这个词 这其实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词 为什么 因为在犹豫的时候 你感觉自己很富有 我有无穷多的选择 未来的可能性 是无穷丰富的展开在我面前 但是犹豫的坏处是什么呢 就是只要你犹豫 到了最后一刻 一定是从有的是选择 到完全没有办法选择 到只剩下一个 你被迫的选择 所以一个女孩 到底应不应该嫁人 怎么样把自己嫁出去 我们开宗名义 先帮大家 打消这个最坏最坏的东西 犹豫 如果你此刻 已经打定主意 我这辈子就是不结婚 挺好的 没有什么问题 好 这个选择我们先放在这儿 下面请容我说一点 很多人可能不爱听的话 一般来说是以 三姑六婆的口吻 说出去的话 就是我劝你要结婚 要不要选 我们先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结婚的理由 到底是什么 和一百年前的人 和一千年前的人 他们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我们看一下传统婚姻 传统婚姻 自有它美好的地方 它是人类几百万年 净化过程的必然结果 为什么 因为男女两性 在养育孩子这个问题上 付出的成本 太不平等了 女性是要花那么长的时间 那么多的精力 去养育一个孩子 而在此过程中 她是没有赋予的精力和体力 去获取自己的生存资料的 怎么办 她当然需要男性 做出承诺 这就是传统婚姻的价值 这个价值到今天 也不会完全丧失 但是问题是 现代人的城市生活 有一些条件 正在发生变化 大量的女性 自己可以获得财富 我们站在女孩的角度去想 我们真的需要一个男人吗 需要他干嘛 帮我们开车吗 不如一些出行工具的师傅 对我们更礼貌 对吧 需要给我们做饭吗 那些外卖平台是干什么使的 装灯泡 钉钉子吗 物业公司的师傅 比他们干得好 养活我们吗 可笑 现在的女孩 那独立的生活能力 创造财富的能力 是非常优秀的 她需要谁来养活 谁在说我养活女人 很多女孩会觉得很可笑 你承认吗 我承认 您承认 这挺好 我也承认 对 那现在一个女孩 决定结婚 她的理由 和一百年前 和一千年前 肯定是有重大的不一样 第一个不一样 是你不知道 怎么选择对方 你想一千年前 很好选嘛 郎才 女貌 足够的聘礼 门当户对 所有这些事情 都足以让你 把这个选择给做出来 但是今天不行 今天你已经不知道 找对方要什么了 你会发现 当你们相遇的那一刻 任何标准 都很难让你 做出这个决定 第二个难题在于 我们就算在一起了 我们会分开吗 过去分开的理由 比如说性格不合呀 经常吵架呀 或者 移情别恋 无非就是这些 就我的观察 在我身边的朋友当中 所有过不下去的两口子 还真不见得是因为这个原因 什么原因 通常只有一个 就是这两个人的成长 不同步 一个人进步得快 一个人进步得慢 渐渐地 越走越远 这是我身边朋友 最终婚姻解体的 最最重要的原因 那问题又来了 为什么我还要劝你结婚 四个字 下面我要说 非常重要的四个字 带笔记本的 掏出笔来 现在要记了 这四个字 叫 协同进化 对 任何一个物种 只要它想收获 最大的进化利益 关键是 找到合适的伙伴 协同进化 最近有一个社会心理学家 就讲了这样的话 他说传统婚姻 是一个人进入成年之后的 第一件事 而现在的婚姻呢 是一个人进入成年之后 把自己的一切事物 捋顺之后的 最后一件事 把传统婚姻和现代婚姻 最本质的区别 给说出来了 所以结婚变得很吃 所以结婚我们变得非常犹豫 我自己 30岁那年 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当时我在我身边的朋友 满嘴都在说这样的话 我不结婚 我结什么婚呢 我得奋斗 得打拼 有一位老人 这位老人 刚刚做过一次大病的手术 在一个海湾边 我记得那个场景 跟我说 到了我这把岁数 你以为结婚 还是什么争争吵吵吗 还是什么条件吗 财富吗 你看我现在的身体 什么都不意味着 就意味着 午夜三点 我醒来 我口渴 我伤口疼 我只需要捅捅旁边 老太太就知道 我这个时候要喝水 就这一口水 你说多贵 如果没有几十年经营出来的婚姻 这个时候 我上哪儿要这口昂贵的水 老人家还跟我说 说如果你有一天 你决定结婚 那我告诫你一件事 千万不要跟你的老婆 各自的钱各自花 你们一定要把钱放在一处花 因为我说这是为啥 他说原因很简单 消费习惯这个事 是要长期共同进化 才能够养成的 所以老人家说 为啥要结婚呢 就是找一个人 像两株小树一样 拧在一起长 然后你们结出的那个果实 绝不仅仅是什么交换 是一份 你通过任何其他渠道 都不可能获得的信任 你年岁越大 这份信任就越值钱 越珍贵 其实不只是人 在四十亿年的 地球物种的进化史上 就有一个物种 它就是这么干的 这个物种 就是小麦 小麦这种东西 其实在一万年前 不过是两核流域的 一种野草 它的生存 岌岌可危 随时可能灭绝 就是这样的小麦 突然采取了一种策略 它开始服务另外一个物种 就是我们人类 它把它自己 和它的所有子孙后代 都贡献给了人类 成为我们餐桌上的物品 那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小麦这个物种 现在在全球的播种面积 是二百二十五万平方公里 超过中国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一 它已经是地球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植物物种 其实何止是小麦 所有成功的物种 都启用了这样的策略 比如说狗 它是在很久很久之前 就加入了和人在一起的协作链条 狗是啥 它的元祖 其实是一种比较弱的狼 如果按照自然进化来说 它很可能是要被淘汰掉的 但是它找到了人类作为共同进化的伙伴 比如说 它并不接近人类的营地 而是在外面站岗放烧 一旦发现危险迫近 它就主动地发出叫声 比如说它和人类一起出猎 打到了猎物 它叼回来给人类 人类赏多少它才吃多少 结果是什么呢 在所有的哺乳动物当中 狗是最成功的物种 所以这个时代的结婚 已经不是你有什么条件 我有什么条件 我们一起拿来凑个班子 或者是做个交换了 现在的婚姻是协同进化 是协同进化发出的一个邀约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 变成更好的自己呢 好 带着这个视角 我们再回头看 我们人类现在结成婚姻的 某些行为 是不是就出了问题 比如说我们关心 对方有房吗 有车吗 当然聪明的丈母娘 不是这么问的 聪明的丈母娘会这么问 说你们家小区的地下停车库 每个月的停车费是多少钱 但是她的初衷 仍然和一千年前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你有什么 我有什么 我们将来能不能互相补足 但是请注意 这种心智模式 它很可能就埋下了今后婚姻和恋爱解体的种子 什么叫心智模式 就是你习惯了这么想 是我有什么 我长得这么好看 我每个月挣钱这么多 我对你这么好 你为什么不 叉叉叉叉 我希望你如何 你没有按照我希望的那样做 所以我要把你掰回到叉叉叉叉 好 如果带着这种心智模式 那再去做交换交易和补足 那真是无法成交啊 因为每一个人的需求都变得非常多元 要不要看尽繁华 要不要做旋转木马 都要 一个人怎么都能给你 如果你们结婚了 每一个人的要求也不一样 我要打游戏的 你是要逛街的 同样就是今天晚上的时间 你要在家看韩剧 但是我希望你陪我去参加朋友的聚会 所有这些补充和补足 在这么复杂的现代生活下 怎么能够达成交易 怎么能够不吵架 所以 什么叫协同进化的智慧 这一点我们真是想破了脑袋 为了做这个节目也是不容易 因为我们要查大量的资料 给大家一个有舒服力的 而且在知识界已经被证明的 来自于知识的解决方案 所以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口号 叫人生一切难题 知识给你答案 我们的节目组找来找去 找到了一个知识原型 可以帮大家破解这个难题 这个原型不是来自于什么婚恋专家 不是来自于什么心理学家 而是来自于一个特别有趣的领域 叫激性戏剧 什么意思 两个演员 甚至多个演员 互相原来是陌生人 没有本责 大幕拉开 舞台就在这儿 请上场 然后开始演 见过这种戏剧吗 对 你想这种戏剧的场景 和我们人生的愈合是多么的像啊 一男一女 就这么在生活中碰见了 遇上了 是陌生人 但是就得这样 你一言我一语地 把情节推进下去 这不就是婚姻和恋爱吗 在激性戏剧里面 有一个最最基础的原则 这是激性戏剧大师 凯斯·乔斯通提出来的 他说 在激性戏剧的表演 全过程当中 有一个词是绝对不能说 那就是 No 就是不啊 好 接下来我们就再现一个 激性戏剧的场景 一个演员说 我是病人 另外一个演员说 我是医生 这个演员说 哎呀大夫我腿疼 大夫说 就得锯腿啊 病人说 那不行 我疼 我怕疼 大夫说 那就真得锯 我怕疼 就得锯 我怕疼 就得锯 完了 这天了死了 你看 是不能说No的 因为 谁往下推进情节呢 好 我们再来一遍啊 我是病人 我是大夫 我腿疼 那得锯腿 你上次不是给我锯锅了吗 哦 想起来了 上次给你按了一个木头腿 对呀 这木头腿被虫子给住了 所以现在又疼啊 那木头腿也得锯 锯了还是没用 这疼啊 传给椅子腿了 椅子腿也得锯 你看 虽然是胡聊八扯 但是情节往前推进了 这个天就不会了死啊 这就是机性戏剧的智慧 永远不要说No 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创造性放进去 推动情节的发展 永远不要成为另外一个人 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阻碍 那机性戏剧 不让我们说No 不让我们说不 那该说啥呢 它给了我们两个非常神奇的词 叫Yes和And 翻译成中文啊 就是是的和而且 也就是每当戏剧推进的时候 我们先接纳对手的状态 是的 然后把自己再放进去 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这叫而且 其实想想 何止是机性戏剧啊 又何止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恋爱和婚姻呢 几乎任何两个人 只要你想推动合作 难道不都是这样一种心法吗 遇到任何一个陌生人 我改变不了你 我也没有责任改变你 你也没有义务 接受我对你的改造 那怎么办 我先认可你的状态 然后我把自己的创造力添加进去 我来构建一个 由我参与的你的未来 这就是yes和end 好 接下来可就全是高科技了 刚才我们讲的来自于机性戏剧的那些理论原则 它怎么在生活中落地呢 假设一个女孩 看中了一个男孩 但是如何不失体面地摘下一颗种子 而这颗种子将来能够发育成一段美好的关系 假设他们已经结婚 但是有一些矛盾 这很难免 但是如何用智慧去化解这些矛盾 接下来我会举一系列的例子 让你刚刚学到的知识能够落地 如果你觉得隔壁台的娱乐节目 比咱们知识类节目要好看 现在就可以换台 但是你心里得清楚 这个损失实在是太大 还是回到我们节目的主题 怎么样成功地把自己嫁出去 并且因此获得幸福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知识的来源 这来自于机性戏剧的心法 叫yes和end 是的 而且我承认我们之间关系的现状 但是我要把自己放进去 来获得一个创造性的未来 我们先来看一个情景 在某个场合一个女孩一胆眼 看见一个男孩 嗯 不错 有好感 但是请注意 完全没到 我现在就要嫁给你的那个程度 仅仅是第一眼的 非常朦胧的好感 那你会怎么办 请注意 大量的女孩是把这样的机会 就任她流失掉了 因为你觉得 我不好意思上去找她要电话 我不好意思跟她去开第一次口 但是所有的协同进化都是这样 任何一个陌生人出现在你面前 你都应该勇敢地用 yes和end 是的 而且的心法 跟她去一起栽种一颗种子 哪怕将来不会成为两口子 成为任何意义上的合作伙伴 对你的人生都是一笔财富 我自己是在某一个场合就看到了这样的情况 一帮朋友在吃自助餐 我的一个女性的朋友 我知道她此刻正在找男朋友 她身边的这个男孩 她就觉得 嗯 挺好的 我说你找着要微信呢 哎呀 怎么好意思 然后我就给她出了一个主意 我在她耳边 细语了几句 你觉得现在你拿到的这盘子菜 哪个比较好吃啊 她说这个比较好吃 我说你就告诉这个男孩 这个比较好吃 你多吃点这个 请注意我这个时候在做什么 我没有说自我介绍 我叫Mary 我叫陈小花 你叫什么名字 我们能交换一下微信 不用的 我们直接绕过 这就是yes 我们先认可我们之间并不认识的这个状态 yes下来 然后end end什么 假设我们将来是男女朋友 是两口子 我作为女朋友 作为老婆 我拿到自助餐之后 我认为这个好吃你多吃点 这个不健康你少吃点 这就是我们在一起的状态 这一点都不唐突 但是现场会发生两个效果 第一个效果是 只要这个男孩有足够的情商 他立即get到了某个信息 如果他对你有相似的好感 他也会秉持yes和end 那你一会儿还要吗 我再给你拿一点 这就开始了机性戏剧 这是你释放的第一个信号 一点都不丢面子 那你释放的第二个信号是什么 是你跟桌上所有潜在竞争的女孩说 这个机会我先摁着了 你不要上来动手 所有的女孩的高情商也都会让她知道 你再向这个男孩释放信号 种子就此种下 可能你会觉得这太心机了吧 不是 所有这样面对特定对象的开始 都应该是yes和end 我卖弄一下我自个儿的经历 很多年前 我实在是找不到女朋友 怎么办 我上了征婚网站 然后我是怎么写 征婚网站上我自己的介绍的 我说 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也不认为你一定要长得好看 或者你拥有什么 但是如果你打开这封信 你愿意回信的话 请记住一件事 我特别忙 所以如果将来我们能在一起 我不需要你为我做任何事 除了一件事 当我要出差的时候 你能不能帮我收拾一下行李箱 因为这样我在一个陌生城市的宾馆 打开这个箱子的时候 我能想起你 当时我并不知道 我的妻子什么样 在哪 但是我一样用了 刚才说的yes和end的方法 我接纳你的现在 但是我把我放进去 我把那个情境描述出来 这是最最打动人的 仔细琢磨这个心法 它不仅有助于你婚姻的幸福 它几乎有助于你和一切人打交道 我就见过我身边一个特别聪明的一个女孩 她新交的男朋友特别爱爬山 她就是讨厌爬山 当她男朋友又邀约她 走 这个周末咱俩爬山去 她说我不爱爬山 但是我特别好奇 你爬到山顶之后看到的景色 你爬到山顶能给我拍几张照片吗 专门为我拍的 然后你下来之后 我可以在哪个咖啡馆等你 你跟我讲一讲此次的经历 你看这是什么方法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yes和end 我们在一起 我们构建一个创造性的场景 好 我们再看一个情境 我的一个女性的朋友 是一位创业者 自己很忙 她的老公是律师 这个律师平时有很多社交场合 就经常希望她这个漂亮的老婆 陪她出席一些朋友的聚会 如果没有我们刚才讲的 有yes和end精神的两口子 在这种时间冲突上 就有可能吵起来 我的这位女性朋友 创业者 她说这样吧 你如果非要我参加 你的朋友聚会 可以 我最后来 而且我开车去 请注意 这句话里面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分析得出来吗 第一 你可以放心喝酒了 因为我开车去接你 第二 在你和朋友的聚会的全程 你根本不用在意 老婆在旁边 你可以随意地吹牛 任意地挥洒 但是第三 你老婆最后会来 给你足够的面子 而且在这过程当中 你可以一直跟你的朋友说 我老婆一会儿接我回家 给我当司机 这就是创造性的解决 改造他人 先把自己放进去 在此我必须声明一点 虽然我们知识的启发和灵感 是来自于即兴戏剧 但是我并不是说 我们的生活也得演戏 也得像在舞台上那样表演 不是 它只是给了我们一个灵感 我们借助这个灵感 就可以发展出自己的良性的 和谐的社会关系 所以今天这场节目 我希望你的笔记本上 或者你的脑子里 深深地记下了这么几个词 第一 协同进化 第二 Yes And 或者是中文 是的 而且 今天我们讲的所有处理人生困境的智慧 都来自于一本书 它叫《小王子》 是一名法国退役的飞行员写的童话 这里面有两个主角 一个是小王子 一个是小狐狸 有一天 小王子对小狐狸说 我们一起玩吧 小狐狸说 我现在还不能和你一起玩 因为 我还没有被 训养 请注意 训养这个词 特别重要 它指的 不是谁养活谁啊 而是 彼此共同投入一段时间 结成一种关系 从此 对方在自己的生命中 都是一个唯一的存在 这叫 训养 因为你花了时间 因为你说了Yes和And 所以 他从此和其他人 对你生命的意义 截然不同 当我们 踏出第一步 建立关系 开始 协同进化 后面一切的美好 会渐渐发生 一段好的亲密关系 对你人生的滋养 是任何其他关系 都无法替代的 最后 我分享一个 我自己的人生心得 当两个选择 放在自己面前 一件事 你要去决定 做还是不做 如果你能力和时间许可 就一定选择做 因为不做 看似是一个公平的选择 但是背后并不公平 不做 就什么都不会发生 做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样的奇妙的事情 会紧接着发生 做出选择 勇敢行动 这是人生 一切奇妙经历的起点 这位是凯斯·乔斯通 他总结了 即兴戏剧的全套法则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Yes and 是的 而且 你只要想建设性地 推动合作 那么就永远 不要否定对方 而是先接纳下来 然后再求变化 在生活中 这一条原则 基本可以解决一切 人际关系难题 向他致敬 接下来要致敬的 是法国作家 圣埃克·苏佩里 小王子的作者 小王子虽然只是一篇童话 但是他提醒我们 一切美好的关系 都起源于互相的训养 向他致敬 下面这一位 是我们中国人孔子了 他老人家最爱说的 那个字是人 人字怎么写啊 二人嘛 这是我们中国独有的智慧 不管是内心的宁静 还是外在的成功 我们都可以尝试 到人和人的妥善关系当中 去寻找答案 向他致敬